沒事沒事 哇今天沒事 今天招式受襲擊 但是又 花了四顆子彈驅趕他們了 看一下大家需要什麼 廚師可以做個吃的 幾個人二 一個 兩個 三個 不能失去希望 書燒的時候 書全部燒燒了 書燒 軍營可以去 去殺人 去攻破 不過 我沒有那麼多的 我沒有健康的人 去做這種事情 我真的要 要去攻軍營嗎 攻軍營有點恐怖欸 殺軍人的話 對我們自己的心情也會有影響 我們總不能 為了一時的快感對不對 然後 衝去軍營把裡面所有的人殺光 回來之後發覺士氣降到 底點 然後 每個人都很沮喪崩潰 突然就走向結局這樣嗎 呵呵呵呵呵 唉 來去為他們吃點東西吧 殺軍人 每天人會開心到戰爭結束 那我是要讓帕夫勒去殺看看之類的嗎 呵呵呵呵呵 可是我沒有好狀態的人啊 每個人都是生病都輕傷 也 重傷 馬爾克是從致命傷恢復到重傷了 這傢伙不要香菸 香菸我可能就要去那個 市場之類的 我拿一根斧頭跟他換啊 這傢伙對斧頭蠻有 蠻重於斧頭的 9 不要 9我要留下來防崩潰用 沒有子彈了 開鎖器換一換 我等一下要去拿零件嗎 先去把車庫尻一尻 拿吃的 這個 這個 醫療用品不給 普通的藥 普通藥都不給啊 這家有超摳的啊 多換點木頭燒 保暖用 我不要用女的做教育了 沒有關係了 就這樣子啦 再撐一下 再撐一下 我有看到收音機說 他們快停戰了對不對 我們確實 證實 維和部隊 前往這裡了 每一天都可能會停火耶 水喔 我不用冒險去金雲了吧 去金雲幹嘛 我現在不用再做這種事情了吧 他說現在開始 每一天都有機會會停火 戰爭會結束 所以 我只要撐下去就好了 好多老鼠喔 找一大堆老鼠沒注意到 等一下 等一下再關門等一下 以肉換肉 我 我知道門沒關 等一下 自重煙草 煙草應該不用了 我身上 剛剛從那個車庫那邊 拿了很多煙嘛 門去關一下 水 酒 夠 有 這種溫度應該夠了啦 結束白天 嗯 車庫剩零件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去...軍事鋼燒?真的要殺進去喔? 真的要這樣子嗎?戰爭都快結束了捏 這...已經快結束了,真的要殺進去喔? 那好像不太對啦 馬爾科去醫院,啊對齁 我可以讓馬爾科去醫院了,現在應該沒什麼事對不對 我現在去找死了,馬爾科啦 馬爾科這個病拖超久的 終於可以去醫院發我一下了 工地我已經殺過了 工地沒有人了 還有那個...三個土匪的地點我也幹掉了 好像是賓館吧 其實,我已經殺過很多地方了 我真的殺過很多地方了 謝謝 謝謝 阿耶 跑槍出口 醫院我也透過兩次東西 沒有被發現所以沒有關係 只要不被發現就沒事 是 工地地下室有鋸子 阿,對對對 我...喔對齁 想起來 我還有...鋸子在身上 我可以去工地換換阿 41天 有包過他應該會慢慢的好起來阿 歷經了...一大堆的... 勘沾... 越過了一大堆的坎 馬爾科好多了 耶... 耶...繼續睡 很飢餓 呃... 飢餓...飢餓 欸...喔!馬上抓到老鼠了耶 這麼棒喔 我聽到卡蒂亞在喝咖啡了 這個女人只要有咖啡就活得下去 用老鼠肉換老鼠肉 我...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不太需要零件對不對 我只要... 我...我...我...沒有... 我要去工地 用鋸子把那個門鋸開 然後... 把食物囤到一個頂點 這樣就不用擔心會餓死 我們... 有看到收音機消息說戰爭快結束了嗎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撐下去而已啊 呃...我有放啊 我只...我只放一個...我肉不太夠吧 我要做...做兩個肉耶 注意喔 我等一下再去放 等一下再去放 放一下放一下 廚師吃一個 廚師吃一個 菜圓可以劈掉換木頭 沒關係啦 放在那邊啦 木頭現在還沒有到那個緊急的情況啊 很多東西我都要撐到最後再... 再去做處理啊 真的 撐到最後再去做處理 那個...效益會比較高 肌肉傷心 嗯... 收集一點水 對啊 停火就結束了 我們的目的就是撐到... 停火為止 中餐有很多水了 一次就要十個水 單位太大了 我們聽聽看卡地亞彈吉他是什麼聲音吧 卡地亞彈的音樂滿輕快的耶 好輕鬆喔 好棒喔 卡地亞好會彈喔 卡地亞超會的啦 結束這一天嗎 卡地亞超會的 來去失控現場 走位...飢餓...受傷...傷心 把鋸子去...帶去鋸一下吧 然後... 我來去看看下面有沒有失誤啊 阿莉卡死掉了 阿莉卡... 真的...真的是我自己的錯啊 失誤了 可是去的話,人就死在那邊子阿 FF真的有圖金雲緒 等一下我去看看阿 可是去的話,人就死在那邊了阿 應該出不來吧 巨子壞了 哇 好多東西的感覺 有藥有煙 呃 呃 這個不要 補爛的臭氣令人無法忍受 這些屍體已經放在這邊有幾個月了 有些頭上有槍孔 是被反叛軍射殺的囚犯嗎 不管是誰幹的 把他們對在地下室就是想掩蓋最險 我覺得應該是軍隊幹的 這個地下室怎麼沒什麼寶啊 哇 這個地下室 沒什麼東西欸 沒有吃的 然後兩個藥 跟一個煙 就這樣而已 這算是運氣差對不對 天啊 有點浪費巨子了 等一下 我記得頂 頂樓是不是還有東西 好運用光了 兩個藥不錯了 我是不知道殺菌雲有什麼好處了 好啊 這邊還有一些鳥東西而已 走吧 公地我不會再來了 公地應該沒有東西了 就這樣子了 還有兩三個大地點沒去過 OK啊 等我人員狀態好一點 我就會去探索那些地方 我剛剛真的是有點飢寒交迫 各種事情一直來 好快喔 均勻有一堆子彈 哈哈 和平的日子 四十二天 四十二天 戰爭還沒結束嗎 呃 哇 沒什麼事 馬爾克的情況也開始好起來了 哈芙烈也好起來了 哈芙烈也好起來了 一整個 湧現了希望 這個遊戲充滿了希望 這個遊戲充滿了希望 這個遊戲到處都是希望啊 廚師 不理他 很饑餓 兩個很饑餓 這個 組個東西吧 好 充滿了愛以勇氣 希望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吃飽飽睡爽爽 太棒了 遊戲想要給我們的 是 抉擇的壓力 真的是抉擇的壓力 你 你如果是一個 都不在乎 劇情 演繹 或者是 把它 就是 真的當成一個普通遊戲在玩的話 你要殺多少人都無所謂啊 真的殺多少人都無所謂啊 只要你會殺 可是這個遊戲我玩到現在 我沒有任何接關過 我是第一次 一次 一次 就玩到現在 雖然有死人 雖然有 各種 詭異的情況發生過 但是我還是撐過來了 想想阿里卡陣前首說的話 全神都可實用 不 呵呵呵 廢棄 今天就這樣嗎 喔 拿到成就了耶 喔 戰爭結束了 哇 我看到成就戰爭結束了 相互幫助 喔這是我曾經做過的事情 我們幫助過一個人 我們幫助過一個人 給他父親拿到藥品 我們鄰居的孩子 求我們給他一些藥品 但是我們沒有藥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有藥我一定會給 我們搶劫了一對沒有防備的年輕夫婦 這是我唯一做過後悔的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幫忙把生病的鄰居帶到了醫院 阿里卡尋找物資的時候被殺了 這是我的失誤 真的 布努洛殺害了一些人 就是廚師殺害了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其實也有敵意啦 我們鄰居的哥哥被聚集手的子彈打傷了 卡蒂亞幫助他轉移到安全地帶 我們的鄰居感覺不安全 他請求我們幫助他用木板封上門戶 我們同意了 一個受精的鄰居 請求我們保護他不受強大的傷害 廚師同意幫助他 YA 停戰血液 你們看我做過的決定其實 大部分都還是好的對吧 我們以滿滿的人性度過了這個遊戲 在戰後 馬爾科出發去尋找他的家人 來自城市的難民們 遭到了殘忍的迫害 阿里娜和孩子們活了下來 但是他們所遭遇的 讓他們心裡留下永久的創傷 馬爾科從未提起他所見到的殘事 生活能再正常繼續下去嗎 我覺得馬爾科心裡應該是受創了 但是他活了下來 他努力的活了下來 雖然做了一些 非 非得做的事情 但是他還是活了下來 帕夫利亞在戰爭中活了下來 他試圖找到他的妻兒 但是儘管盡了最大努力 他還是無法找到他們 他決定留在 波格蘭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城市對不對 希望他的兒子有一天會找到他 但這一天永遠都不會到來 唉 帕夫來 在我玩遊戲的途中 經過了很多生死關頭 真的很多的生死關頭啊 在他那一次 一個人解決三個人那個 那次的戰鬥中 他真的是有機會回不來 不過他 還是撐了過來的 他告訴我們他沒辦法找到他的妻兒 希望他有一天 兒子會回來找到他 他還是抱著希望 只要有希望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廚師 但是 引火後廚師尋找他的朋友 他的街區發生了大規模的交火 大部分房屋都變成了廢區 他在一個 不知為何沒有倒塌的廢區中避難 靠著吃老鼠和食物 他活了下來 廚師感到要為他的悲慘命運負責 他永遠都不能原諒自己 會出現這種心理寫照 是因為 廚師在遊戲過程中有殺過 中立 那應該算是中立的民眾 中立的市民 但是我不殺他們的話 他們也會殺我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的事情 布努諾會一直 帶著這些 創傷 還有 良心不安一直活下去吧 卡蒂亞用他的關係發現了 他的父母在國外一些 一個難民營 他回到了他的城市 他們拒絕了 並且在此 被分開 在幾年之後 他們過世 並且只有那時候 卡蒂亞才下定決心出版他的戰爭日記 喔 卡蒂亞回到他 父母身邊了 但是他父母不想要跟他住在一起 一起這樣子 一直到幾年過後 卡蒂亞的父母去世之後 他才把他的這段經歷 寫成了一個日記 讓大家知道這段戰爭到底經歷了什麼 他經歷了什麼 然後過程又是什麼 在這個 戰火蔓延的城市中 有咖啡就能撐到最後 再來是阿里卡 阿里卡是我唯一死掉的人 雖然是個堅強的女孩 但是阿里卡還是死了 貧民窟的艱苦生活 比不上戰爭的恐懼 如果他活了下來 他會怎麼樣 我們永遠都不得而知 對啊 對啊沒錯 阿里卡應該 原本應該是不會死的 但是因為我手殘 我覺得那一次手殘 阿里卡就掛了 這遊戲玩到 破關了 我覺得還是 還可以再 真的還可以再玩一次 真的真的 很有意思啊 尤其想要給你的 戰爭中的那種 真實的抉擇 每一次的決定 都是一個困難的選項 那個選擇的壓力在 你 你想要完成這件事情 但總是有東西在阻擋著你 比如說天氣很惡劣阿 你想要尋找食物 但是在尋找食物之前 你說不定又因為 惡病殘身 沒辦法行動 要先吃藥 要不然自己就活不下去 又或者是你想要找食物 但是你尋遍了各地 找不到東西 你最後也只能從 其他的難民身上去強奪 雖然這只是遊戲阿 可是給玩家心理上的衝擊感 還有那個力道 我覺得很夠 可以讓你想很多事情 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 各種 困難 各種選擇 其實在遊戲中都可以體 體會的到阿 雖然沒有 沒有像戰爭中這麼殘酷 真 就是這麼 這麼難的情況 這麼難的抉擇 但是我們 我們的生活中 每天其實大家都是在做決定阿 一直都是在做決定阿 只不過 我們做的決定都是 比較 無關生死阿 然後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有些的 有些玩家 的玩法 就不會像我一樣 就是 盡可能的尋求和平的方式 度過 這個鎖成的時間 有些玩家就會 就會 以 搶奪 武力 爭奪的方式 去直接 奪取自己想要的物資 殺人 殺人 就變得 不是這麼的困難 當然啊 每個人的玩法都不一樣 但是我這次 我這次就是想要 做一個和平的阿金 這次我不想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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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就玩到這邊吧 屬於我的戰爭 這個名字很很正確阿 屬於每一個人的戰爭 內心中的戰爭 屬於每一個觀眾的戰爭 每個人的想法跟抉擇都不一樣 就是這個遊戲的樂趣所在 今天就玩到這邊吧 休息吧 三個小時半就這樣過去了 第一次玩 就玩到底 玩到破關 沒有重來過 我沒有重來過 死了一個人 我自己的失誤 OK吧 休息啦